开国旅游的时候是不是看到有一个烤猪蛇 非常的好吃 今天我们就来复刻它 这里用到的呢 有蒜 香菜 辣椒 洋葱 香茅 适量的五香粉 一颗腌制好的柠檬 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个柠檬的话 也可以用新鲜的 第一步我们先来处理猪蛇 100度的开水里面 下入两槽的冷水 让它降温至80度左右 再下入我们的猪蛇 这个温度可以更好去除猪蛇里面的苔藓 大概汆烫它30秒左右 一用手就可以轻松的剥落 如果不行的话你就用个刀 猪蛇处理好以后 我们准备一些土柠檬 柠檬里面的籽呢 把它去除掉 刚才所有的小料里面 我们全部把它剁碎 辣椒和香茅呢 我们只是借它一个味 轻轻地拍一下 让它释放出味道 还有香茅我们把它切碎 现在我们来油搓小料 让它出汁水 倒入我们的五香粉 下入适量的盐 糖 糖味稍微多一点点 再给我们一些酒 还有适量的鱼露提鲜 如果没有的话 也可以不放 一点点的酱油 让它调色 等一下在烤制的时候 会变通红 把猪蛇再进行一个 修整处理 蟹切下来呢 这是猪天梯里面的牙齿 我个人觉得 它是整个猪里面 最好吃的一个部分 通常卖猪蛇的呢 都会保留很多的肥油 这样子它们可以压秤 其实对于这一道菜来说 我们不需要把它去除掉 再把猪蛇进行一个改刀 让它等一下在腌制的时候 更加的入味 蟹切的这一块呢 是猪的下巴那两块肉 它是用来咀嚼的 所以说它非常的好吃 有少许的筋 现在把它放在小料里面 腌制20分钟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 泰式的蘸料 有香菜 蒜 辣椒 洋葱 如果喜欢菠萝的味道的话 也可以下一点点的菠萝 现在弄好了 给它进行一个调味 给上糖稍微多一点点 一点点的鱼露 再挤入一些小金桔 或者柠檬 弄好以后 再把糖搅拌至融化 放一边备用 竹舌腌制2-3个小时以后 基本上已经入味 我们去除表面上的香茅和辣椒 再用一个竹签 签好起来 掉钩 放到烤箱里面 预热到230度 再用160度左右的温度 进行烤制 烤制大概45分钟左右 我调制了三个阶段 我调制了三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要开饮 防止它变糊 因为每一个烤箱的温度不一样 出烤箱的那瞬间 非常的香 我个人觉得用猪舌来烤制 非常的香 它有弹的口感 也有糯 也有香 也有棉 真的是一条猪舌 可以吃出几种口感 最后呢 我们再配上一点菠萝 进行解密 先尝一块原味的 再夹一块菠萝一起吃 非常有特色 有风味的一道 烤猪舌 喜欢的 帮帮点赞 收藏转发 谢谢大家观看